谢谢师父的复理开示 师父下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做了个梦 他挺有意思的 师父他是这样说 同修家里放了一台播放器 因为家人还不怎么信 所以内容只放了 师父历年法会现场的开示部分 一直循环播放 同修觉得对自己的修心和度化家人 非常帮助非常大 以前同修度家人讲佛理 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 但是师父的法会开示 删入浅书 风趣幽默 家人非常喜爱 同修还梦到师父的法身 和亲临师父的法会现场 就梦到 有时候经常梦到师父的法身 有一次他家中六岁的儿子 起床后跟同修说 他梦到家中的卢台长爷爷收音机 散发着金光色的光芒 梦里他觉得很好玩 就去调开关 关闭了 黄光就没有了 开启后黄光又散发出来了 非常神奇 是否 这是真的呀 这是真的呀 你听到师父的声音 你就会 就就就会很开心的 嗯 那 那 那一天早上 他又梦到播放器 那个师父不是法会 一年法会录音的那个播放器吗 又梦到师父了 因为他家中的播放器是放在 哎 就是 哎 哎 哎 咬 所以 看到了师父就是半身 然后他跪下来给师父磕头 然后师父又给他牛奶喝了 哎呦 师父 这个这个 这个太好了 这很好啊 嗯 那 那师父 那你这个播放器 就是师父的法会录音这个播放器 可以24小时在家里轻轻的播放 可以啊 有的人天天听着他睡觉的呀 哦 听着他睡觉 哎 那师父 那是不是播放师父的那个法会开始录音 是不是有很多能量出来 哎呀 你想想他每次开法会的时候 多少菩萨来啊 你就知道了 那 那每次开法会来那么多众菩萨加持 那 在家里播放这种法会的这种开示 是不是等于众菩萨来家里 也来到你家里加持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哦 哦 哦 那 因为师兄他在家里放着师父的法会 就是法会开示的播放器吗 很就容易弄不到师父 是不是有播放开示的地方 就有师父的法身 常去光顾 那师父这个问题 那肯定的 你讲 讲句心里话 你 你一直听师父的录音吗 你就像师父在你身边一样的呀 哎 哎 就是这样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哦 明白明白 那这种 放这种法会开示的这种播放器这种能量 在家里中能量有多大呢 这种可以这样问吗 很大的 很大的 非常大 很大 嗯 就是说 这个能量就是让你家里可以变得 变得非常非常那个呀 就是你自己可以家里无恐怖呀 然后有菩萨来呀 有恐怖 啊 有菩萨来呀 有菩萨来 啊 你就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那师父 你看家里放着百人合唱大悲咒 放着师父的法会录音 然后呢 这样 在上的 在设的佛台 那家里真的是佛光普照了 对呀 你干净的话一定佛光普照 干净呀 嗯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问 他这种法会开示的能量 和白话佛法的能量 和百人合唱大悲咒的能量 有区别吗 师父您开始 当然有了 你要是 你要是百人合唱 你家里气场不好 它就不起作用了 对 哦 你要是家里气场一塌糊涂 鬼大于 大于你播放的能量 那么鬼还是 在你家里横行啊 所以很多人播放大悲 百人合唱大悲咒 还是没用呀 气场还是要好 那么你要问我呢 那怎么样使自己家里 平静少一点 我放了百人合唱 有用呢 那你验小房子 先消掉一点 酸一点啊 明白吗 消掉的多 那么你放大悲咒 这能量就大了呀 哦 那 然后再进一个城市 放了个师父的法会录音呢 你开始 那就一直很好啊 正能量呀 你只要放一次的话 菩萨就来一次 因为菩萨当时在 他可以 他可以 菩萨在那个法会上 他献出来的法声 加持的这个能量 他在波音器里边 他可以照样可以散发出能量的呀 哦 他有震撼力 他有震撼力的呀 举个简单的一次啦 是是是 对不对呀 你这个孩子如果很 很很很很 很喜欢自己的父亲 你虽然父亲不在身边 但是你只要把录音一放 你马上就感觉到 父亲在你身边了 你这个能量不就来了吗 哦 是是是 是的 是的是的 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实际开始